为了开拓台东凤梨世家内销的市场 县长饶庆林特别号召了各县市首长 农运会和企业乡挺台东在地优质的农产 短短的七天订单突破了15万斤 远超过原本的10万斤目标 县长饶庆林也特别前往了台中市政府和新北市政府来表达谢意 感谢两市乡挺购买台东凤梨世家 新年快乐把好事带回家 县长饶庆林与台东市长卢秀燕等人拿起手牌高呼口号 希望民众踊跃购买台东的凤梨世家将好事带回家 台东的凤梨世家正逢过年前的盛产期间 以往凤梨世家都是销往中国大陆 但受到疫情的影响外销通路受到阻碍 为了避免农民的心血白白浪费 县长饶庆林日前号召了各县市的首长 希望能够踊跃购买台东的凤梨世家 日前更是亲自率队将首批的凤梨世家带往台中以及新北市 同时也感谢他们的协助 台东的人口有21万多 但是依赖世家生产的农民 农友 农药行 还有我想相关的业者包装厂 集货厂 大概最少都有3万以上的人 所以世家的产销能够顺利对台东的经济非常非常有帮忙 特别世家是在过年前是大量产出的一种水果 再次的感谢台中市的努力帮忙 让我们的农民今年过个好年 把好事带回家 而台中以及新北市长都纷纷表示 台东的凤梨世家品质好 加上县长努力的行销一定要大力支持 来 大家本好 台东想在这的公司设计 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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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顾我们的农乡 飞观 买乱 让我们的国家的生活 我们也要几个这里 我们大家一起来工作 因为我们是全国第二大城市 人口第二多 有将近300万人 他一人吃一点的话 他对于我们这个农乡信市的农友 会有很大的帮忙 所以台中市政府率先响应 率先响应发起 我们正够台东的市家 我们帮忙行销 台东农产公司表示 欢迎全国的民众 公司行号一同来订购 台东的市家绝对是冬季水果最佳的选择 而相关的购买资讯 也可洽台东农产公司或是台湾好农 记者陈吉林 台东综合报导